少子文化發展協會之前 於日館出合作 在一大少修歌中心二樓 設立了露台教室 經過市營運後 終於正式開幕起用 那露台教室 他在少子的含義裡面 有瞭望的意思 那我們也希望他是一個 一個種子 對 但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還是希望 即使不管是到五月底 或是五月之後 不管我們去哪裡 我們都覺得 露台教室他會 他會是少文協的一部分 因為少文協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語言傳承 然後文化傳承 所以當然都希望有一個教室 他來去 不管是培育我們自己的師肢 或是像剛剛大家看到的 楚音表演 那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教室 他有很多的功能在 他除了是 讓部落的文化傳承下去 他甚至也在培育 我們自己部落的台灣老師 在就室內 也展示許多少族文化 相關照片以及說明 也有在地的青年進行導覽 更帶來許多少族精彩的表演 也希望藉由教室的成立 來凸顯少族文化 能夠有在這樣的一個 遊樂中心 來做這樣的一個 為我們少族 在地的原住民族群 來推廣 推展 我們傳統的文化 還有包括生活記憶 甚至文化創意方面 更創新的產品 能夠 來做這樣的展示 展受 的確是 凸顯少族 原住民的 傳統文化 我想這個是很重要 實現同業員 也希望在教室成立過後 能夠吸引遊客 前來旅遊 並藉由教室的成立 來推廣少族文化 那我們也希望 這個成立之後 我們也來到 各地來到 瑞坦的遊客 也能夠到 現場 就是 瑞坦 伊達少族 中心二樓 來觀賞 那在 碼頭區域 每天也有我們 少族的 這個 樂舞的 這樣的一個 表演時段 能夠提供 各地來的遊客 除了好山好水之外 也能夠真的體驗到 在地的 少族原住民的 這樣的一些文化 陸台教室 目前在伊達少遊客中心二樓 教室內有許多少族珍貴文化 供民眾來欣賞 石信隆議員 歡迎民眾前來旅遊 記者邱平一 於此採訪報導